Hello,大家好,我是Nancy 不知道大家对普吉岛的历史有没有一些了解 那我今天来到的就是普吉岛的一家娘惹文化博物馆 这里还可以体验娘惹的服饰 其实普吉岛的娘惹文化跟其他的地方的娘惹文化有一些不同 是有它本地的独特性的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就是299泰铢办博物馆的卡 然后就可以有64个免费的博物馆可以去参观 其中你看曼谷这边有有多少 曼谷是有33个博物馆 普吉有5个 很划算的 要不然这个地方的门票 这个地方的门票就是300泰铢一次 这种是参加一些礼仪 不用不用 我就这种就行了 爸爸不是称为男性的衣服吗 但是如果在福吉找的话 我们来那个身为这个衣服 哦 本来这个衣服叫那个Keybaya 嗯 但如果在福吉我们叫 叫这个衣服 叫亚亚 亚亚衣服 哦 爸爸衣服 嗯 但是如果在这个马来西亚嘛 他们爸爸是那个男性 哦 亚亚是那个女性嘛 嗯 这个比较修身一点 嗯 刚才那个小姐姐跟我说像这一种像这一种服饰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还有印尼那边的华裔也会穿这样子的衣服 这属于是普吉岛特有的一种服饰吧 所以我就选了这种 但是其实我平时会怎么穿这种高龄的 哎 嗯 下面是一个这种 这边的服装是卖的 这种呢是4500泰铢 这些呢价格就是2400泰铢 哦 买一套也还是挺贵的 买是买不起 租一套穿穿还是可以的 后面还有这个红灯笼 哇 这里是有一个好大的这种凤冠吧 上面是一个 一天就到了 以前福吉我们做那个西方 老公人大部分的都从那个福建 福建嗯 厦门 是啊 福建来的 我们做那个时候 买到福吉 嗯 做那个西方开采 然后我们那个贸易 那个时候福吉跟冰神 嗯 我们做水 一天就到了 哦 如果要去曼谷要三到四天 那个时候福吉人 就比较喜欢去冰神 嗯 比西曼谷 嗯 小孩读书什么这样 也送到冰神 福吉跟那个冰神有很多东西是 很像哦 对 然后我们来来福吉 要做那个西方开采 还是妈来是那个老东人 嗯 然后跟当地人 当地人就是那个福吉人 嗯 同婚 嗯 同婚 他们说说那个那个后代 我们叫爸爸 嗯 就是不像那个马来西亚 分 南里 嗯 福吉都分 嗯 都叫爸爸呀呀 是的 就是爸爸呀呀 嗯 这个是海 海南 海南 海南是在那个苏梅岛 海南去苏梅岛 是的 就是海南 海南比较多 嗯 在那个泰国人 哎泰国 泰国很多那个华人嘛 嗯 有那个 呃 小洲 嗯 是在那个曼谷 Yawala 嗯 就是小洲人 比较多 哦 福吉 福建人 比较多 嗯 嗯 还有这个 呃 哈亚 哈亚 河爱 是的 我们叫那个呃 广塞 哦 还有那个客家 客家人 嗯 客家人 我觉得 也是在那个送卡 送卡 比较多啊 哦 如果是在那个向来 嗯 清来 是的 向来向来 清来 就是那个金后 嗯 就是那个他们会说 他们的言也是那个方言嘛 嗯 方言 也是从他们说 从那个云南 嗯 进来的 云对对对 清来那边 清脉清来云南人多 是的 嗯 那边的 我们叫那个金后 这个我们叫一份这样 就是那个月牙 哦 就是这个是女色的 嗯 这这衣服 我们叫 我们把衣服 刚刚 嗯 嗯 还有这种 我们是那个胸针 哦 胸针 就是这个 我带的这个 不是 这个胸针 是这个 哦 哦 可以做两种 雕针也可以做的 嗯 雕针也可以 松针也可以 嗯 这件 这件 手 手 手 就是 哪里都可以用的 哦 它是有什么意义吗 有 如果 呃 饼棒 就是马来文 意思是个叫星星的意思 嗯 星星 是的 哦 你看 看下一个星星 哦 嗯 然后还有这个 西诺 我都可以建筑去的就是那个中国吗 嗯 我都可以这个 Chi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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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togi 啊 是的 哦 原来这个建筑叫这个名字 这个是饼杆的 嗯 还有这个呢 我就是那个祖廊 哦 哦 对 我们叫 鲜啊 嗯 鲜 就是装一些食物类的 是吧 是是然后婚礼什么这样就走去那个新年家嘛 会带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啊啊茶啊啊苹果啊什么这样就放在这里 放的是吗 嗯 在卧室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放那个 放东西就是可以放那个红布嘛 哦 红布 然后先放 水带 放下去就是那个鸿郎 嗯 鸿郎你知道那个美人呢 还有一个那个新新郎 哦 去那个新年家嘛 嗯 我会送这个在那个 对 对 以前在中国结婚是有这种习俗 现在也现在也有 现在 现在比 现在普及还是这样 这样的 如果结婚我们叫那个爸爸 爸爸 四代 爸爸四代 嗯 新娘要孙在东东刚里看到那个 嗯 然后新郎 嗯 要孙 哦 对 然后如果结婚你会有那个嘛 进茶啊什么的 嗯 到现在也有的 哦 挺贵的哦 那个 哦 哈哈 这个是他赚的 哦 三万台铸一套 是的 三万台铸一套 贵的 嗯 然后在那边 就是那个 在塔拉路的那个建筑 这个是鞋面 刚刚就新的物件建筑了 嗯 哦 它这是 这是 门 然后过来之后 客厅 然后进去还有那个天井 嗯 天井啊 天井我们叫醒寨 嗯 在这边我们叫醒寨 就是那个天井 然后进去那个是 一直到最后是花园 嗯 最后是那个厕所 哦 最后是厕所 这个是厨房 是的 嗯 前面就很窄 是的 因为他们有那个 交睡门那个时候 嗯 如果窄 就是 交 很少的水 是的 很长的 要交多的 然后他们就那个很窄 但是想我们不见睡嘛 然后我们就要 长长长 哈哈哈 有多长就是有多那个地方 就是长的 哦 因为我们要交就是那个 雪面嘛 嗯 门 就是门 门面 是的 对 然后这个我们又要交睡嘛 嗯 很长吧 从这个门 踏在这里 五点击 哦 要走走五步是吗 是的 我们要走哈欠 哦 嗯 这个我们叫 帕查密 薄鲜 薄就是巴的意思嘛 鲜就是鲜 有那个巴的 嗯 你看 一二三四五一 哦 八鲜是吧 对 我们叫薄鲜 哦 八鲜 就是 嗯 应该是福建的发音吧 是的 我们就来穿这个福一鲜 我来 我哪家 要排店是 排店嘛 哪家不排店就是那个客厅 穿上这样的衣服 参观这样的房子 很有代入感 六点 谢谢 再次 上面要打开 哦 对 我也那个切魚呀 什么 风呀 肥水不留外人田 卧室 很近的也要洗 太晒了 但是如果到过了是吗 有多远 对我们在国内我们就喜欢走 有不习惯因为人喜欢走 但是害怕没有人走 然后我们自己走 为什么一个人走 你叫我害怕 为什么一个人走这样的 我也喜欢在那个中国 因为他们 有人他们走 我们就这样贩妇 对 但是如果在泰国这样不可以 有什么小偷什么这样 会这样害怕的 那么去哪里都会 洗魔头社区的 嗯 是的 比较多 就是我就说泰国人不行吗 什么会让自己会累 嗯 比他们那样的 很那个 懒一点是吗 哈哈哈 然后那个是那个衣服吗 刚刚我就说 哦 也有衣服 三地影像 这个是那个 这是结婚穿的 是的 那个厂厂 我就说他们没有那个嘛 没有那个要带那个冲针 嗯 不是说新娘是吗 如果那个体重啊 嗯 40公斤 放那么多 很累啊 是的 因为要带 你看 还有那个 钉怎么这样的 放那么多 嗯 但那个 中国的福建也还是这样 这样 嗯 还是这样 就是结婚的时候 身上带很多的金子 是 我们的头发 我们叫那个 shaky boy 嗯 你看头发是不一样的 嗯 不是这种 哦 不是这种 这样 不是 嗯 要这样这样 不动的 然后后面 你看后面是不一样的 不是这种 这样的 嗯 你看 哦 全部树上去 嗯 我们叫 shaky boy shaky boy 然后放那个 我换 kabaya linda kabaya biku kabaya sulem 嗯 现在我们穿的 就是kabaya sulem 有杀 带的 嗯 就是 到现在我们穿的 kabaya sulem 嗯 到现在如果结婚你要怎么 哦 在普吉他现在也是这样 是这样 嗯 还有这种就是 我过那个春节 九千 嗯 要拜一次 嗯 也是拜天宫 就是在这个 晚上的嘛 这个结婚就在早上 嗯 就是敬茶 嗯 敬茶 嗯 如果您对普吉岛的文化历史方面 感兴趣的话 请帮我留言评论 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我会多做几期相关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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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